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身不正 還可以以榜樣自居? 陳日君就是這樣 他因為是涉嫌違反國安法的612基金信託人之一 早前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他近日透過所屬教會手道公開發言 說要被青年人明白做人道理 蛤?你涉嫌違法被捕 還有什麼可以教年輕人呢? 又想抽水? 抽你了 他真是面不紅地說年輕人要學識做人道理 要學做一個正直心中有公義愛心的人 過去就是他聲聲以公義做包裝 煽動了不知多少入世未深的年輕人 參與違法佔領和反修例風邦 結果不是入獄就是要著草他方 他今時今日還有面子在大港要做有公義正直的人 不關沒事的我沒推過我坑 陳日君若然是真心要做年輕人的榜樣 就麻煩他先自我檢討一下 為什麼他不叫年輕人手法要有法治精神 還有要向警方坦白交代過去一切可能涉嫌違法的行為 知錯能改才是一個好榜樣 否則一切都是兇話 就是我坏了 我現在狗頭認出 好